第一原來! übrigens 這是你有沒有 哇 好多力量 那時候不是會這樣 那時候只是會擔心而已 因為 我蹲完要再去到雞鞭去蹲 雞鞭去蹲完 再去跟我們那個阿咕蹲 哇 很多都要蹲 所以蹲到的時候我就蹲幾個月 所以齁 我小時候就是 一直想出去了 真的就很害怕在這邊 重點 結果 現在 現在還是回來了 還是回來了 小心喔 這下去有點深喔 我跟你說 遇到這片了 到那個山丘上有沒有 全部都是 一半以上都是草屁 多漂亮 最早民國六十幾年 七十幾年 這裡本來要開發那個 滑草產 滑草產 對 在翻過那個山有沒有 那邊還有一片 包括對面山上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電線桿有沒有 過來這一片全部都是喔 都是草 看過去有沒有 對面那一片也都是喔 但是 不好意思 現在 有越來越提越舊 因為 沒有辦法去割 我現在就割這個四五十隻在割 你看 每天都割到這裡 每天都直接割 喔 他每天就是在那邊吃 喔 所以 他的草 就會保持的這麼短 喔 來來來 你看一下 對對對 有沒有看到 欸 有一隻白色的煙囪 有沒有 一閃一閃的有沒有看到 來 來 那一隻是什麼 河市場嗎 河市場嗎 河市場用 真的 河市場的那個煙囪 真的喔 那一隻要是冒煙的時候 我們就很擔心啦 那一隻冒煙的話 我這邊的水利田就沒有辦法種 我種出來你就不敢吃 冒煙就是太熱 煙囪 對啊 那冒煙就啟動啦 對不對 那裡就是奧迪的河市場 那裡就是奧迪的河市場 那所以我們位於就是 我們這邊算東北橋 有沒有看到 那裡是奧迪 那邊是龜山島 有沒有 整個 有沒有 這個橋有沒有 那個 燈爬 山雕腳的燈爬 在這個山的後面 再過去 再過去一點點 那要走過可能 一天就咧 你走不走 因為他現在說要過年的話 他步道只有到福隆 那你的福隆還在過去 他要到冰海 那他的山雕腳那邊的燈爬是 去過山雕腳的燈爬嗎 有看過 照片 他每年都有什麼 每年那個都會看日豬 都會在那邊蠻多人 最北 對 今天的天氣真的很 很少年 呃 你們剛上 你們剛上山的時候 可能 還是都是霧猛猛的 下雨又霧猛猛的 我們也怕明天也是這種狀況 所以趁這個時間 跟空檔 趕快 帶你們上來欣賞一下 對 這邊放不放 可不可以帶老婆來 可以 可以 不老婆來 不用 就在旁邊 就 老是帶物理帶了 真的不錯啦 其實山雕腳是雪山山脈的起點 所以大家現在是站在雪山山脈上 我要去爬雪山 五月中要去爬雪山 雪山山脈是那邊還是這邊啊 其實山脈如果說大家有機會站在那個 中央山脈的山上 我們是很久以前爬南湖的時候啦 然後 他其實就可以看到 山雕腳 然後就這樣一路迷雲過去 然後一路迷雲過去 然後一路到 就是一路大巴 這麼清楚 可以這麼清楚喔 天氣好 天氣好 對 對 那林靜德在那個 南山看一下 如果那天天氣也很好 可能可以看到 然後看到整個南洋平 因為南洋平 就剛好 雪山現中的山脈 房間 所以我們現在站在 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上 打卡 好 打卡 真的沒有網路 打一個卡 那好像是桃園谷 可以打 應該可以打 那因為 路迷雲其實 他的地名的意思是 孔安寮 有一種說法是 孔安寮就是陷阱 他是原住民群啦 才大家 陷阱的意思 那 所以這個地方自古 就是很多動物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是會想說 為什麼他東地很多 有可能就是因為他在雪山山脈的 的 的 那冬天的時候 高山上面 西物比較少 那有一些 有些動物就會 往下牽引 所以 供寮寺谷就是一個 動物很多的地方 那 我其實也是到 就是這幾年呢 才 其實這邊有一點像 原住民附羅 這裡的居民其實他們是 有打烈的場 那 我也是這幾年 比較接受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們跟動物有太多交信 比如說 武咒的人 就是會有一些 名詞 像山脈這樣子 那 就免不了 就會有一些 衝突 可以 那 那 嗯 現在 我會比較 對這件事情 比較 比較 看開一點 哈哈 就是覺得說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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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一樣 他們的文化裡面 其實那個 那個 獸人是 那個 但是也因為這樣 他們對野生物動物的了解 連共兩歲 這裡的居民 對野生物動物的了解 比一般的還 很多很多 對 我還聽過 有朋友 他小時候 他們家 桌子下面 他在綁的不是狗欸 是 是 山蕎 山蕎會看家嗎 沒有 因為他的 還是當寵物養 對 他的數量很多 我也養過 真的 也不容易會養過 但目前沒有養死 嗯 就 很 垂手可得 喔 就很小養 對對對 小時候養過 他會跟人親近嗎 像狗一樣嗎 會 一定會 會 我也養過 我剛才下去也有講過嘛 我本來有養過一頭小豬啊 他也會跟著我的屁股 真的 他很長大的時候去有屁股 要有關係 因為我抓的那一隻是公的 他會這樣 是搖牙 他的兒子現在還在那邊 但是爸爸已經被 因為 太大 太大 因為出來也會 也會危險 牙齒已經很大了 牙齒有有用 沒有沒有 牙齒已經在我 叔叔那邊 好 那我們目前有沒有看到對面山上 有沒有 上面的部分 一般都是種地瓜 下面有水的部分 就是水田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對面山上有沒有 一階一階的有沒有 那陡的地方 他就沒有辦法 就還是漢地 所以有的就種植竹林 有沒有 那個有沒有 一個一個有沒有 一片那個比較低的有沒有 那整片都是竹林 現在齁 現在的竹林裡面齁 山腔啦 野豬啦 現在最大最大宗的食物都在那邊 因為我們現在櫃竹筍是 剛開始長 剛開始長的時候 那個非常嫩 我們最喜歡吃 但是野生動物也最喜歡吃 所以整片 有沒有 那邊整片的有沒有 很均勻的那邊 對對對 所以說 欸 種了地瓜 山豬就來了 那我們以前種地瓜是幹嘛 你知道嗎 豬和人一起吃喔 對 養豬 那豬養了 不是我們吃喔 賣錢 對 我們以前是養豬賣錢 那豬就是用地瓜來餵養它 有沒有 那長的地瓜 地瓜可以放 先放個一個月至兩個月 那之前那個綠色的那個地瓜葉 我們就全部把它割回來 剁一剁 滾個枕 給豬吃 它還要吃熟的喔 當然熟的轉換肉比較快啊 還有澱粉啊 對不對 所以 那我們那時候豬賣的 我們的肉蛋白質就是攝取就是往山裡 所以我從小時候 我阿公 和我老爸 常常有時候農事會放著 就去打山豬啦 因為那種情景就會很差 就拿一隻棍子 拿一隻鞭子 拿一隻鞭子 放一隻豬頭回來 就是挑一個豬頭回來 豬頭喔 我們那時候超喜歡吃豬頭的 但是現在有點不知道有沒有像豬頭 因為齁 就是我們這裡有一個傳統 你第一個到達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是用 就是我們會 怎麼講 會搖你 搖你 搖你 就整個附近的鄰居 有野豬下來 到我們的地瓜園啦 或是農地啦 就會趕快 要這個山豬下來 我們趕快去抓 就會這樣子 第一個到達現場 因為你家有養兩隻狗 你家有養三隻 你家養一隻 全部都帶來 全部都帶來 一起糾 糾團就上去了 那糾上去之後 誰第一個到達 把牠給放尋 那個就得到那個豬頭 多了一個豬頭啦 通常我常常看我阿公和我老爸 挑個豬頭回來 所以我阿公的矯程很快 就常常會帶豬頭回來 我們就加菜啦 因為漢地齁 我們這邊漢地真的是地瓜 都種地瓜 地瓜回來就是養豬 豬養大了就拿去賣 那自己要吃豬肉 就往山上跑 變成說到最後是一種 就是很 怎麼講 我阿公這樣 我阿爸也這樣 我阿媽也這樣 都有學習到 狩獵的那個本事 是用打槍的還是用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照原來的 也不是陷阱 我們不用陷阱 我們還是都用一隻刀子 和小狗去追獵 就是跟原住民最原始的抓法一樣 我們是沒有用槍的 那目前外面有比較先進的 就是用網子 還有用槍 那個就會比較 學習一點 不是阿 就會比較捕捉量就會很大 那我們去 可能就是它整群的 我們就把它驅趕走之後 頂多抓一隻 就這樣子 好 一群大概有幾隻 山豬 它在發情的時候 或是說食物 在某一個地方 幾 幾層在那裡 它就整頂就來 都來那裡吃 我來吃好吃 我來幫它吃 幫它吃 我們整頂來吃 所以說 這樣對我們農民 是一個很頭痛的 就像 我們剛才有經過半路 那裡有一些地瓜園 是我一個叔叔種的 它每年都會來光顧它 每年也會來帶狗去驅趕它 都會上演著 這種 這個戲碼就對了 那它要是皮一點的話 就留下來 讓我們 就 番薯換滴 番薯換滴吧 山豬肉好吃 還是家裡養的豬肉 下次有機會 你品嘗看看 我們兩個都吃不到 好 我們在這個位置 你把那個 這款的 照片換 好 那就趕快吧 因為 可以